动画电影女王的科基 描写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和她的科基爱犬们 争狗时事要上大萤幕 而在台湾也有饲养科基犬的风潮 位于桃源的宠物餐厅 可以说是狗宝贝的专属乐园 为了让科基犬能够跑跑跳跳 认识狗朋友们 透过网路社群 狗主人发起科基家族大集合活动 从北北鸡桃竹苗赶过来 要让他们饲养的毛小孩 可以聚在一起 因为就跟那个人生的小孩一样 他都需要朋友的 那我们就会借由这种活动 然后来让他们认识彼此 而且狗狗不是每一只都会很match的 他是必须借由他去认识的彼此 然后会认识到他比较喜欢交的朋友 然后这个时候主人 也会因为他们是好朋友的关系 而且就是相聚在一起 科基家族大集合活动 大约来了八十多只的科基犬 这一场活动强调的是狗儿之间的互动 而不是狗主人的交流 因为对他们来说 最爱的科基犬 当然是要摆在第一位 饰养Duby五年的Jeff表示 会饰养科基犬 想当然耳 都是被他可爱的外表所吸引 就是短腿浑原的性感小翘臀这样 就是可能我们大家都喜欢 科基的主要原因这样 迷人的灿烂的笑容这样 基本上你看每一只科基 他只要微笑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他好像对着你笑这样 对那所以这个就是蛮多 大家讨论喜欢的地方 然后像我们家的是 他的眼线比较重 每次出去人家都说 你这只有涂眼线哦这样 短腿翘臀的小肉球科基犬 还有像是随时挂着笑脸的感觉 只要有他在身边 就是忙碌生活里的最好伙伴 难以抗拒他的魅力 像Yumi六年的尤小姐说 人狗之间的感情不是短短几个字 就可以形容 他其实个性有时候不太像狗 有点像猫 就是他在家的时候 他会自己跑去房间 都不太理我 我比较黏他 对啊 他会跟我玩的时候 就是拿球啊 或者是拿玩具要我丢给他 给他捡 如果有最受欢迎毛小孩排行榜 这类调查的话 毛龙小短腿的主人会很骄傲地表示 柯基犬绝对会挤入前三名 不过想要在台湾饲养这么可爱的毛宝贝 建议要做好准备 需要狗主人花费很大的心力和财力 他在台湾的环境 他很容易皮肤不好 对那你可能常去看医生的话 你的荷包就会顾不太住 对因为狗狗都没有健保 对那还有其他说 因为其实科基跟其他养色 可能是台湾的那种米克斯不太一样 他需要很需要照顾 你会花很多钱去保养他的身体 对所以养科基其实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活动力很强 又怕闷热天气的科基犬最喜欢水上活动 跟着人不管是跳水还是游泳都难不倒他 敞扬在水里根本就是水世界的闪耀明星 这么可爱的狗狗很难看住他们的魅力 科基犬是热情又好情境的毛小孩 圈肯的第一名 难怪狗主人们会这么的恬爱他们 中家新闻林立无志恒综合报导